附近柯明依自己也有說不出的痛 骨盆不正啊 可是我要先問欣怡 怎麼回事 就是好幾年前曾經發生一次重大的車禍 所以說你的命自己講是撿回來的 我覺得我當時候真的是撿回來 因為是在一個炎熱的夏天 然後大家都一定想說 夏天一定要去海邊嘛 那我就往台灣最南部去墾丁 然後一大早大概七點多的時候 我租了一台摩托車騎在路上 那因為我騎車速度是不快 我大概就是那時候路上就大概四十 可是因為我本身很容易拼血 所以就是騎到一半 突然間我的視線漸漸的看不到了 對 然後我就急踩剎車 可是來不及 因為我前面剛好紅燈 我前面有一台轎車 我就直接撞上它後保險桿 然後我發現我就把那個安全帽 我想說我的頭怎麼沒辦法動 我就把它脫掉 然後我那時候安全帽是四分之三照的 然後我一起來就發現 我的安全帽是卡在車輪 然後我站起來我就說 我就 他們說我這樣子說 叫救護車 我就暈倒了 他們說 就是路邊的人 他們就一直在救我這樣子 一直在喚醒我 因為我整個眼睛是張開 但是我人是沒有意識的 後來膝蓋痛啊 什麼痛都出來了 都有 來醫師告訴大家 就是說這是怎麼回事啊 就是長期的坐姿不良你喔 是你喔 是 你怎麼會這樣 你是不見科醫師 沒有 那個醫界都說 你是什麼科醫師 就是得那科的病 我真的什麼媽媽手下悲痛 什麼都來過 真的啊 真的 你是坐姿不良是不是 對 就是以前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就常常回到家 就覺得左邊的腰 就好痠好緊 都弄不開 我嘗試用網球 或者說我們那種筋膜放鬆球 在這個我們下背的地方 去做滾 滾完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比較放鬆 可是隔天一上班 又緊起來了 我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我就一直觀察自己的姿勢 我發現 我在電腦前面做久了 一開始還好 可是到最後都變成這樣 就歪一邊 我的重心都會放在 右邊的屁股上 左邊的屁股 就變得有一點點懸空 那當然下梁不正 上梁也會歪啊 所以就變成我的脊椎 也呈現一個C字形的弧度 這邊的肌肉就緊起來 這邊的肌肉就被拉長 所以我就找到了 原來是因為坐姿不正 造成骨盆歪斜 所以讓我長期有這個腰痠的問題 我就用這兩招 一個方式就是我用坐姿呢 去做我們左邊下背的伸展 這個姿勢可以把我們 這個叫腰方肌 把它做一個伸展 伸展完之後呢 我們還要加強 我們要把另外一邊 這個被拉長的肌肉呢 想辦法讓它加強 那我用的方法叫側磅式 用我們的手撐地 然後加強我們右邊的腰方肌 這樣子做一個調整之後 真的很快我的腰就不痠了 而且骨盆到底正不正 王醫師說伸出你的手 來有請心儀 因為這個叫做四根手指檢測法 這個很受用 是 所以我們拿出我們的四隻手指頭 食指跟拇指 我們的食指呢 放在我們的骨盆前面 大概我們皮帶的高度 我們去摸一摸 這個腰的前面兩個骨頭 會有個凸起的點 這個我們叫骨盆的脊 骨盆的一個三脊 我們摸到這個點之後呢 再伸出我們的拇指 去摸到我們腰的後面 大概也是腰帶高度的方向 大概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摸到明顯一個骨頭 凸起來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有四個點了 對不對 我們就手插腰 然後不要動 要插腰 那我幫心儀看一下 所以我們從後面看到 心儀兩隻手指頭 這個高度大概是一樣高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後面的骨盆 它是平的 它沒有做一個旋轉 或一個歪斜 那我們僅心儀轉90度 我們側面的話 通常正常會看到前面的手指 會比後面的手指 再低一點點 我們正常的骨盆 就是會有一個往下 下坡的這個感覺 那如果這個下坡太陡 就會變成一個骨盆前頸的姿勢 那我看心儀的這個角度 算是在正常範圍裡面 所以沒有骨盆前頸 那我們轉到正面來 也是一樣的看法 我們兩隻食指摸的這個高度 大概是成一個水平線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正面的這個骨盆 也是一個水平的狀況 沒有產生骨盆歪斜 當然最好的方式還是到醫院 請醫師開這個X光來檢查 但是我們這個四隻手指的方法 可以在家做檢測 好 兩招 就是剛剛你自己救自己的骨盆歪斜 自己救 第一個 放鬆左腰的肌肉 好 那我的問題是 因為我左邊的腰頸 所以那個時候給自己的處方 就是我們把左手往天花板頂 好像要頂住這個垮下來的天 然後呢 我們右手稍微撐住地面 然後把左手往天花板的方向撐 好像要用力去頂那個天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感覺到我們左邊下背 有沒有有一個很拉緊的感覺 其實做起來蠻舒服的 然後我們維持十秒鐘 然後我們放回來 連續做十次之後 就會覺得下背終於鬆開了 一整天的疲勞解除了一半 但是還有另外一半 我們要做一個加強的運動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改成我們的右邊的手呢 我們來撐住地面 棒式 這個叫側棒式 那比較簡單的版本 是我們的膝蓋呈90度 用膝蓋呢 跟手肘的力量 把自己撐起來 因為信儀做得很好 信儀這個是做進階版的 這個是比較高難度一點點 我們把腳伸直 然後用腳跟手肘的力量 把自己的身體撐起來 這一樣維持十秒鐘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復健運動 我們不是要比說誰可以撐比較久 我們十秒鐘就可以放下了 這個很重要 有些研究發現說 我們一個肌肉 連續收縮十秒鐘之後 它會缺血 所以對於要解除痠痛的人 我們不要讓肌肉缺血 我們再做一個十秒鐘 一樣十秒鐘 我們不要讓肌肉變成缺血 好 然後我們再下來 這個叫做勢動態核心訓練器 是可以幫助骨盆部位的 是 我們可以請病患 就坐在這個坐墊上 因為它是有一個旋轉的 一個滑的這個軌 所以我們請病患在上面 一樣做一個順時鐘的旋轉 這個摩擦力相對來講低很多 即使是比較年長的患者 也能輕鬆的學會 我們順時針轉完之後 我們再改成逆時針轉 我們連續做個十下 就會覺得說 好像腰的比較鬆了 原本緊繃的肌肉 就會比較放鬆 我們請欣宜做一下 蜜桃臀 林欣宜 好 那我就沒有這個坐墊 一起跟著坐 來 我們先順時針來轉五下 如何 心盈的感覺 其實有一點需要專注 因為如果我放鬆的話 我會整個身體這樣 就跟著轉 對 這個就比較不理想 我們不要身體轉 我們只要骨盆轉就好 做這樣的動作可以把我們周圍的筋膜 伸展開來 促進它的血液循環 其實做了一整天之後 來連續做個十下 真的很舒服 它仰賴的還是核心 核心出力 好 王醫師今天帶的這個叫筋箍棒 它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筋箍棒放在前面 我們兩手 然後我們左右的往旁邊晃 這樣子喔 那正確的來講 你看我的身體是幾乎不太動 只有這個筋箍棒在動 那你聽我的聲音 有一點ㄍㄧㄚ 其實講話開始有點難了 就是我核心在用力的時候 講話其實不是那麼順 那這個是一招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金箍棒水平 然後我們上下搖 我們請心仪來試一下 好 請唱一首歌 要講話都有點難喔 不錯喔 不是我 想太多 只實現所有太... 這可以練感情耶 自動抖音有沒有 是 發現他的那個 很容易那個 沒有那麼穩定 就是 對 對 他要搖到一個頻率 他才會晃得比較大 所以他表現不錯吧 不錯不錯 對